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闻的脸色微微一变 铁罗更是吃惊至极啊 哈哈 你们这些学修 以为凭一个破阵才能困住我们黄蜂谷的人吗 简直是痴心妄想 苏蒙一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了冷宫前 不禁兴奋的大好了几句 黄蜂谷 轻闻三人有点吃惊 不过再一想又觉得很正常 除了七大派之外 谁有可能在越国一下子出动这么多的铸鸡旗修士啊 几位为何夜闯黄宫 难道这不怕触犯禁令吗 轻闻啊 没有等刘静等人说话 就不动声色的质问道 深夕七派禁令了他 希望可以借此让刘静等人有所顾忌 刘静冷吼了一声还没开口 一声惊呼就从对面传了过来 是你 你 你不是天主教的人吗 咱们和黄蜂谷的修士搅在了一起 光头大汉铁罗的目光一扫之下 就发现了站在人群最后的寒厉 不禁愕然的大声问道 话语里面满是狐疑之色 这句话 让不管敌我之间的人都是一愣 目光刷的一下子集中在了寒厉的身上 此时的清闻道士 这才看清楚寒厉的面容 面皮不禁抽动了一下 脸中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我什么时候说自己是牵竹将的人了 寒厉冷冷的瞪了一眼光头大汉 眼神却转向了清闻道士 这位当年一力邀请他同路的泰南会救人会出现在这儿 这可真的出乎了寒厉意料之外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当年对方极力拉拢低级修仙者同行 后来呢 自己莫名其妙的被黄一人追踪刺杀的遗团也都一一解开了 弄清楚了原委的寒厉 当然心中恼怒至极啊 对这位清闻道士动了强烈的杀心啊 胡说 不是千诸教的人 你怎么会傀儡住的 光头大汉还是不肯罢休的追问着 韩师弟 会用什么功法 有必要告诉你吗 大家动手吧 这些人呢 是在故意的拖延时间 不能让他们如愿 刘静脸上一沉 猛人间吏声喝道 说完就一抬手 一片荧光就直奔最前面的冰腰袭去 黄蜂谷这边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啊 哈 没话找话 光丈母娘叫大婶子啊 就是在拖延时间 敢把这个四个血世都凑齐了 你们好打死我们 是吧 这帮人心里暗骂对方狡猾 同样不客气的把法系寄出 当即混战在了一起 韩厉啊 早就盯上了清闻道士 因此一动上手 他就和陈巧倩的一位王师兄一起曾夹击之势围住了对方 韩厉二话没说啊 一拍腰间的楚大 顿时 金广 雾广 红光等十余道耀眼至极的三色光芒一起冲天而出 在韩厉头顶上略一盘旋之后 就隐隐的发出轰鸣声直扑对方而去 韩厉可没有和对方说几句叙叙旧的盯点意图 清闻和那位另一侧的王师兄 一见韩厉出手的巨大声势都不约而同的脸色大变 王师兄露出的是什么啊 那是惊喜之色 心中暗态啊 这韩厉果然名不虚传啊 不愧为击杀了众多助击期修士的高手 不同反响啊 而那道士呢 则面带慎重之色 身上隐隐照上了一层青色 他一见韩厉出手如此毒辣 也知道韩厉对他浅杀心 当然不会束手待毙的 于是他同样不说什么废话 在法器袭来之前 突然伸手一张 五颗青色的圆珠法器就从其手上飞出 瞬间飘浮在周围啊 排列成了五角星状 然后清光一闪 青纹道士周围是青萌萌的一片 一张五角形棱柱状护罩是凭空出现 将这个青纹道士呢 严严实实的保护在里面 一刃各色花光飞剑啊 韩厉的金刃同时击到了青色的灵柱之上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这古怪的护罩竟然是安然无恙 韩厉 我这青木真兆除了杰丹其修士可以破败 铸鸡其修士就想也不要想了 你还是死了心了吧 啊 哈哈哈哈 青纹忽然面带微笑的说道 那模样啊 好像和韩厉非常熟的样子 像铁哥们 不见得吧 韩厉冷笑了一声韩生作答 接着就见韩厉两手掐绝猛人一收 围着青色光照猛弓的正多法器长笑一声 同时往天上飞去 在半空中汇集到了一起 这一幕让青文一愣 他不知道韩厉要干什么呀 但是您别忘了 这家伙也是老天巨华之辈呀 怎么会让韩厉从容施法呀 立刻双手一亮 手中多出了两个金灿灿的圆环 上面寒气森森 一看甭问就知道不是凡品 去 青文道士低声说道 没有丝毫犹豫地将圆环扔了出去 化为了两道金光直奔韩厉袭来呀 韩厉眉眉一下子倒竖了起来 脸带煞气的一只手掌扣上了白人盾 可是还没等他扔出这个法器 酸道持许长的绿芒忽然从一侧飞来呀 在半路上就结下了两道金光 随即缠斗在了一起 妖道 难道你还忘了本大爷吗 这位王师兄一边指挥着绿芒 一边处韩厉善意的一笑 唐厉见此啊 心里为之一松 也抱一笑容 可是咱们再看看这个时候的青文道士 可就没有他们哥俩那么从容了 脸色也阴了下来 脸嘟了得跟水似的 目光开始闪烁不定 眼睛乱转 跟耗子似的 不过这一时之间他就是再聪明也是无计可施啊 毕竟同时操纵青木真兆和锁金环 已经让他的神识占用了七八分了 他可没像韩厉这样学过大眼觉 更不可能同时操纵这么多法器还轻松自如 因此身上虽然还有一些得力的法器 他也不敢轻易的使用啊 神识全部用在操纵法器上 这可是修仙者的大忌 这样一来啊 法器的主人就无法注意到附近的危险了 而且像韩厉这样 操纵十来件法器一起攻敌的罕见情景 也是因为这几件法器都是成套使用的缘故 实际占用的法力呢 也只是三件法器的数量 若真是十来件不同的顶阶法器 就凭韩厉现在这点修为 就是神识再强大 分神再多 法力不够也根本无法驱使动荡 五件左右 哎 这就是韩厉的法力极限了 这也是韩厉为何爱用成套法器的原因 因为这样啊 才可以充分的发挥他大眼觉的威力 至于韩厉在炼气期间就可以驱使着金刃 那根本谈不上什么玉器 只是完全靠手中的母刃来支配此人而已 威力及灵活性都和现在天差地别 不可同日而约 就在清闻有点迟疑 不知道是不是另行设法的时候 韩厉已经施法完成 巨剑术 冷冰冰的话语从韩厉口中吐出 随即 韩玄在清闻头顶上的所有法器 画出了耀眼至极的光芒 当各色光芒交流到一起的时候 经化为了一柄金 吹红三色交错的巨大光剑悬挂在了空中 足有十来杖大小 实在是巨大的惊人啊 这招巨剑术的御敌之法 是韩厉从那记载全套清闻剑芒的经验上找到的 也是韩厉的助击其修为 现在唯一可使用的御剑术 威力那自然不同反响啊 清闻和那王师兄的法器虽然还缠斗在一起 可同时面露惊骇之色 哎 那就是再白痴的人也能看得出来 韩厉此处威力极大 清闻心里边安安叫苦 当下也顾不得那俩惊环了 忽然两手一翻之间 手中又多出了一面赠黄的黄铜镜 可此时呢 韩厉满面寒霜的一指的巨大光剑啊 巨剑马上无声无息的从天上横展下来 大有一件要连照在人一同劈碎的惊人气势 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 不会让你离开此地的 见到这一幕 那王师兄也忘了趁清闻无法分心的时机 赶紧击毁对方的法器 同样望着巨剑下落的惊天气势 有些走神了 此时的他呀满脑子都是 这万一这一剑冲他而去 他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手当其冲的清闻道士脸色正中至极 急忙把手中的黄铜镜往上一掏 黄铜镜飞升至了光照之上 黄光一闪后 攀出了一团仗许大的黄云 遮蔽了清闻的上空 并转眼间 黄云凝固成了巨大的盾牌 滴溜溜的在其头顶上旋转个不停 韩丽脸色一沉 手中猛一掐绝 巨大的光剑发出了轰隆隆的雷鸣之声 下落的气势更加惊人了 刹那间呢就一箭斩在了那铜牌之上 巨大的爆裂声传来 那铜盾虽然发出了强烈的黄芒 但在巨箭的猛击之下 只知片刻时间就发出了一声哀鸣 四分五裂开来啊 没有了阻挡的光剑 丝毫停顿没有的往下斩到了青色灵柱之上 发出了吱吱的巨大鸭鸭之声 见了这莫名巨箭的惊人威力 清闻的神情终于有些慌乱了 他两手清光闪烁 飞快的左右一分 同时按在了两侧的罩壁上 然后往里面拼命的输送灵力 试图加强这青木真照的防御力 巨箭发出的三色光芒和下方的清光照交互辉映 开始发出了霹雳啪啦的爆裂声 这青木真照啊 在清闻死密的协助下 还真挡住了光剑下斩之势 于是接下来韩丽和清闻 一个催动法爵想用巨箭强行击破的光照 指对方于死地 好报当年被暗寸之仇啊 那另一个呢 在天命的往光照内狂注灵力 试图支撑到对方此处威力耗尽 好能保住一条小命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师兄啊 终于醒过肚来来 三下五除二的将那两枚金环积着粉碎 然后指挥三道锐光器 气势汹汹的冲向清闻道士 他心里很明白 现在呢 韩丽和对方正僵持不下 他只要稍微协助一下 就能成为那压倒对方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轻易的击毙了这法力不弱的血世 到时候啊 这血世身上的宝物 还可以名正言顺的分道不少 想到这里 这位爷啊 心里是越发火热了 可就在这王师兄做起美梦 清闻脸色大变之际 忽然一道黄光快如闪电 从清闻身侧一闪而过 接着 那道士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让韩丽那三色光线虽然落下 却一键斩到了地上 顿时啊 地面上多出了一个 仗许深的大坑啊 王师兄的三道绿光自然同样落了空 不禁让其惊怒的朝黄王飞逝的方向望去 果然清闻道士啊 顶着光照出现在了二十来丈远的地方 他身边还多出了一名黄山青年 一脸懒洋洋之色 见王师兄望去 丝毫不慌的说道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 网址5tts.com 这个人曾经救过我一命 可不能让阁下就这么轻易的杀掉啊 韩兄 没想到我们还要相见了一天 五九指有理了 这一脸满不在乎之色的青年 竟是当年在韩丽面前施展偷迹 却被韩丽识破的那位少年修士五九指 只是此时的他呀 身上隐隐散发着古怪的黄光 修为也是筑基初期的样子了 九指 此人和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何必说这么多 现在既然你也来了 我们四个人正好可以放手一战 清文道士总算从刚才的惊险中回过神来了 不由怨恨的忘了韩丽一眼 五九指听到这话叹了口气 就不再和韩丽说什么了 清文见死呢 嘴中突然发出了两长一短的笑声 在刘靖等人围攻之下的铁锣和兵妖闻声露出惊喜 立刻跃出战团飞到了清文五九指这边 怎么回事 又多出了一个人 这下麻烦了 刘靖一箭突然出现的是五九指 立刻明白场中的情形了 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当才他们五个人和对方两名血士打斗 还无法伤到对方 只是略占上风而已 自然明白了这四大血士实在不是平常的铸鸡鸡修士可以比的 现在对方四人凑齐 当然更不好对付了 想到这里 刘靖慎重的招呼一声 他们几人呢 也凑到了韩丽两人的身边 韩丽望着对面刚出现的五九指 心里头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当年啊 他对着古灵星怪的少年可是大有好感的 哼 哎 造化弄人呐 如今两个人不得不敌视拼个你死我活了 有话 清文能血士明白 现在光靠普通的法器和道术和韩丽等人争斗 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毕竟黄蜂谷的人数在这里 就是两个打他们一个 那也是绰绰有余啊 因此四个人刚聚集到一块 就在清文的寒声中 身上顿时冒出了血红色光芒 化为了四个大小不已的血色光简 开始了妖化的变身 看来啊 他们是打算将韩丽等人一举全监在此啊 刘静等黄蜂谷修士一看到这个景象 早已从韩丽口中得知他们要干什么 当下毫不客气的法器道术一同砸向了四个光简 他们同样知道 在对方变身破除之前 这些血色就是很好的固定靶子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敌的机会 可惜的是啊 像韩丽说的那样 这些光团各个是坚固无比 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过后 再看看他们呢 嘿 还是安然无恙的屹立在原地 丝毫没有受损的样子 这一下子 刘静等人脸色可有些难看了 大家不要留守了 有什么绝招就施展出来吧 此时不用的话 等他们变身出来就坏了 刘静神色坚毅的立一声喝道 说完此话之后 他当即把法器一收 肃然的掏出了一张金色符蜀出来 用两根手指夹住 随后口中念念有词 在神秘的咒语声中 那张金符渐渐发出了耀眼的金光啊 寒历见了心中暗惊啊 虽然不知道这符是何等接的 但以刘静筑基中期的修为 都需要用口诀来催动 就可以知道这个符绝对不是一般货色 其他几个人一看 互相看了一眼也纷纷各显神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竟是陈巧倩那位师姐和宋蒙 他们竟拿出了一张画着法宝图案的福宝出来 并马上坐下 明神催动起来 一团团蓝色和灰色的光滑 从他们的福宝上散发了出来 这让其他几个人羡慕不已啊 好家伙 看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这有了福宝 到底能不能把对方的血茧破开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白人修仙传第169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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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